TARA 我们是一个就是台湾年轻研究学者的一个组织 那我们全年每周周末呢都会有这样的TARA Talk 那这个演讲的形式跟内容都非常的多元 那学术研究者呢可以就是来这边分享你的研究成果 那你练习一下就是给Presentation 或者是认识一些未来的可能合作者 那这边再先让我停止 我们下周呢跟下下周都有明察物理跟机器学习相关的演讲 那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再去我们的演讲公告那边报名 那之后的演讲讯息呢大家也可以少这个QR Code 然后你可以做确认然后报名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追踪我们TARA的Facebook跟Instagram 那有兴趣加入会员的呢就可以也这边直接扫我们的QR Code 或者是使用chat里面我放了一个链接 那TARA会员呢我们有就是专用的slack channel 我们会在上面分享各种活动或是工作机会 或者是相关领域的新资讯 所以就非常欢迎大家加入 那今天的活动呢我们也会发就是TARA Beige的数位证明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NFT区块链 那徽章的图案蛮好看的 所以相关的资讯呢我等等也都会放在chat里面 就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那演讲结束的时候我们才会公布领取徽章 它需要一个密码我们会在演讲结束才公告 那如果你的手机无法装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个PUAP这个APP的话呢 那你最后会后再留下来我们再来讨论怎么解决 那好回归正经呢今天的讲者呢是林肃井 那肃井呢在台湾完成他的大学跟硕士学位 分别在中山医跟阳明大学念医学影像跟脑科学 那他大学时期呢他是训练成为一个临床放射师 那硕士期间他在龙种的脑功能小组研究FMRI分析 那之后他到加拿大的UBC念Neuroscience的博士学位 那博士期间主要研究就是功能性神经影像 跟神经疾病病人的认知功能之间的一些连结 那注重在神经网络分析 那目前他在加拿大的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做博硕研究员 那这阵子刚好在德国出差 那依据Tyra的传统呢 我们现在先请大家打开你的麦克风 一起掌声欢迎讲者 大家准备好了吗 3 2 1 谢谢大家的配合 好那现在我就停止share screen 然后我们舞台就给助锦咯 好谢谢 这样子应该是可以看得到哈 嗯看得很清楚 嗨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慕尼黑的旅馆 我希望旅馆的网路很稳定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啦 那万一有问题 万一中途不小心断旋 我会再尝试连回来 那万一真的发生 大家请多包换 好我今天要讲的其实是我们 嗯在MNI之下的研究 这个研究其实是 两年 去年应该是今年啦 今年被接受的一篇配合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我会主要是会讲一些大纲 那重点 那有些很细节的部分呢 嗯最后我会放那个reference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 或是之后可以讨论 那我的title其实有稍微一点点长 那主要就是讲neural imaging是可以预测 病人在做clical trial之后 预呃在治疗之后 它的效果是如何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主题 它有点慢 那首先会讲一个比较 大概的 background information 这个比较不是针对 我今天要讲的主要是整个 概念来说 所以 嗯 最主要的基本是我们 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算是一种应用 是用multivariant的方式的应用 呃为什么要用multivariant而不用univariant 所以univariant它是比较传统的方式 它的确可以让你的统计效力放大 但有一个缺点是它太过 我们叫说太过简单 或者oversimplified一些 很多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知道 那加上 呃有很多新的证据已经告诉你 我们现在有许多不同的疾病 无论是呃神经脱海疾病也好 或者是神经发炎 或是其他的疾病 它都是属于一种 嗯 并不是单一的因素 就可以造成这样的疾病 所以如果你用univariant的方式的话 有可能你看不到一些相关性 其他重要的细节 那我们这边之所以用multivariant 其中有有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运用multivariant 你可以看到所谓的multidimensional association 所以你不是单一 呃不是单一数值 或是variable之间的关系 而是你可以找到一个综合的效益 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更精准的去知道 你的data跟你的临床表征之间的相关性 那等一下我们要讲的这个研究呢 它主要是运用在parkinson提示上的一个临床 那是clinical trial的运用 那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看看在治疗前的baseline资料 是不是可以预期他 那主要的成因呢 那主要的成因呢会是在大脑中有个叫多巴胺的神经元 它因为某些原因 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 想细的告诉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但是就是因为那某些原因 它逐渐的凋零与死亡 那你在右边这个图你可以看到 正常人生的大脑中呢 这个地方叫substantial nigra 它有很多黑黑的细胞 这是所谓的多巴胺的neurons 但在病人身上呢 你看到这些黑的细胞不见了 都变得很白 这个就是这些细胞已经死亡 导致没有办法良好的把神经传导物质 传送到大脑其他的区域去 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许多临床上的症状 包括运动跟非运动的症状 那所谓的运动症状呢 我们最常听到就是resting tremor 病人如果坐着手会一直抖抖抖抖 或者是非运动型的症状 就比如说认识功能障碍啦 或是有些病人有睡眠上的障碍啊等等 那因为它不是只有转移 也像动作症状 所以我们就会说 在加上每一个病人 他会都会在临床转去看 你会看到每一个病人 都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会说这是很heterogeneous 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然后它其实也不是只有 所谓的多巴胺系统受到影响 它其他的神经传导物质系统 也同样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会觉得 这也是一个所谓的multifactorial疾病 它并不是只有单一因素而影响 这样子的疾病 那目前治疗的方式呢 包含第一个其实是最常见的 就是药物的控制 通常这种药物的控制呢 有大部分的病人 可以控制的还蛮不错的 但有一些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对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药物就是反应不成良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呢 就可以考虑另外一个方式 叫deep breath stimulation 这种深脑刺激其实是非常的轻辱性 但是对于反应对于某些病人来讲 它是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 但是它有一个坏处就是因为它非常轻辱性 神经会 其实埋到它在大脑里面 那中间这个电极会连接到一个电池 那电池会放在病人的胸腔内 那大概每隔五年左右 胸腔那个电池就要换掉 那它非常的轻辱性 也不是每一个病人都可以做这样子的手术 那到目前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今天主要讲到的这种方式 它是我一直不知道到底要怎么犯 因为我们通常就是叫Hard Focus Ultra Sound 一种方式是利用影像的协助之下 精准的定位 看你到底要针对哪一个脑区 传送这样子的聚焦性的超音波 那利用这种聚焦的超音波 有点像是一种类似手术的方式 把这个脑区给破坏掉 那进而造成你这个脑区 大脑回路连接的改变 那改变之后可以就改善它的 运动上的一些问题 我前几个礼拜看到新闻 好像台湾有这样子的新闻 好像就发现什么MRI导航 去教室超音波治疗什么 听起来还蛮苦的 那我这边就会直接讲 就是Focus Ultra Sound 比较简单一点 但问题是呢 虽然这样子的方式 即使很多病人 可以对病人的治疗效果很好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一样的效果 这也是我们到目前 在疑惑到底为什么这样子 所以有可能我们就会觉得 那是不是因为在治疗之前我们需要一些预测 而且这些预测并不是整个群组 而是每一个病人之间的预测 所以预测它术后效果 看看是不是这个病人是不是适合这样子的治疗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了解它实际上的作用 基酸导致什么 虽然目前为止这样子的治疗效果非常好 但我们还是不是百分之百清楚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所以这也是在领床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整个研究的主要目的 这是一个比较用图片的方式来大概简单介绍我们大家在做什么事情 那主要的话呢我们就是有 我不太确定我是不是有雷射笔 让我看一下 好我有雷射笔了 所以主要的方式我们会有两个分析 第一个分析的目的是要去看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治疗前的资料 去预期它的术后效果 那第二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看我们这个治疗后 临床看到的效果是不是可以借由治疗前后的差异 就是可不可以被解释 有治疗前后的差异来解释这个临床效果 那我们主要用到的是Multimal Neural Imaging 还有临床上的资料 就是用一些 或者是用Multivariant的方式去看看 有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所要达到这两个目的 所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病人 我们这个实验目前就是只有包含了35个Parkinson disease病人 而这些病人都是单侧比较受到影响 原本我们是预期要收到50至少要收到50个病人 但是我们这一个clinical trials是在西班牙做的 这是我们的合作对象 但这个clinical trials是最后一般就发生了 Done 西班牙那边好像稍rer中断了 那有几个病人的确是没有办法完成后面的follow out 所以到最后我们加上有几个病人是有一些complication 所以到最后我们就是只放了35个病人进来 那这些病人他们就是单侧受了比较多的影响 然后他们就是单侧受到focus ultrasound的治疗 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在治疗过后呢 治疗完的24小时他们会做一个mri的影响 看看他们是不是有把focus ultrasound打到他们要的地方 这个白色箭头这边指的就是所谓的lesion 就是他们把那个脑区切掉的效果 那这个脑区是subsalmic nuclear 我个人是没有亲自去看到整个疗程 但是根据我实验室的老板跟我说 他们这个过程其实还蛮久的哦 让我喝一口水 还蛮久的 病人进去 首先先用那个focus ultrasound打 定位之后打到这个脑区 然后同时neural surgeon和手 哎 请你动动手或是动动脚 然后他们持续不断的在打超硬波 然后看这个病人是不是立刻有感 症状是不是立刻有达到改善 那同时间他们也会很想仔细监控 整个超硬波治疗的温度啦 病人的状况等等 等到他们认为这个依据病人目前立刻的回馈反应 如果这个达到治疗效果他们就会停止超硬波 那这个疗程就结束 那聚息大概可以到一到两个小时左右 好然后右边呢 这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从治疗前跟治疗后 你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之间 这两个time point之间的差异很大 这些就是他们临床上面评估这些的所谓的motor symptoms 你可以看到这些这四个就是不同的 不同种类的运动的motor symptoms 他都改善的非常良好 就从baseline跟到我们的baseline呢 做了治疗 然后三个月之后 他们病人再回来follow up 所以这边是month 4 你可以看到他们治疗都很好 临床上的表现都还不错 那至于我们实际上的方法呢 我这边稍微简单带过一下 因为这边有太多的细节 但简而言之 我们就是使用结构影像 跟功能性的影像 结构影像是指T1-wated MRI imaging 功能性影像是Racing-set Functional MRI 那我们的主要 第一个步骤就是先影像前处理 那影像前处理呢 包含一些有的没的很多很多钱处理 但到最后我们所需要的 其实就是一些数字 就是在功能性影像 我们所需要的是这两个 我们叫F-elf 跟Riho F-elf 是指 就low fluctuation 在Racing-set底下 比如说low fluctuation的 有点像是他们的 quantified的数字 然后Riho是比较像 Riginal Homogenesis 就大脑区之间 他们到底有多像 然后结构影像呢 我们需要拿到的资料就是 所谓的Gramatid density 跟Gramatid atrophy 像统计上面的分析呢 我们用的是 Multivariate Cross Correlation 但其实它就是跟所谓的PoS 是一样的 就Partial List Squared 那这样子的方式 通常就是可以看到 两种不同的资料之间的关系 那在我们这个实验的话 两种不同资料就是指影像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大堆 大脑的feature 然后另外一笔资料 就是所谓的临床上 他们到底改善了多少 那这边是一个简单的图 来解释一下 就如果你对PoS还不熟的话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图 告诉你PoS导致什么 就假设我今天有两笔资料 X跟Y 那PoS最大目的就是找到整个X 就是XXA1 A1是指对于X他的waiting 就找到XXXA1加上XXXA2 以此类推照 这个所谓的线性组合 跟同样的Y的线性组合 这两个组合彼此之间 是有最大的相关性 我们叫Maximally Covaried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PoS就会认为 这就是我们主要观察到的 所谓的Patterns 就是两个feature之间的相关性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会做了很多统计上的方法去确定 我们最后观察到的东西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 包含了permutation跟boost trial 做permutation的目的是要看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统计上是不是显著的 那boost trial的目的是要看 因为我们有放好几个不同的variable进去 再要看这些variable是脑区啦 或者是临床数值啦 那我们要看他们哪一些是很重要的 哪一些是不太重要的 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认真看他们 好所以呢 这是另外一个图就是有点像是进阶版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简单的进阶版 那进阶版呢 我们就是有放fmr跟t1的 就是功能性按结构性的资料 那临床方面呢 我们就是算他baseline跟month4 之间到底增加或改善了多少 然后第一个分析就是我们用 我们通常就是two sets of variables 第一个set就是imaging 然后第二个set就是clinical improvement 那过程当中呢 我们还会放所谓的 我们叫covariables 像年纪啦 性别啦 还有他患病的多久 那这些covariable我们会先用 线性的方式先把它们移除掉 所以之后我们再看资料 看结果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些因素 那第二个分析呢 就是我们是把baseline跟month4之间的差异放进来 而不是只有baseline或只有month4 等于说是看他们之间的差异 然后我们的另外一笔资料一样 就是clinical improvement 那同样我们这边有放一些covariables进去 那接下来是结果 其实我们主要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刚刚看右边回去一下下 主要就是我们要看这些waiting x的waiting跟y的waiting 哪一些waiting比较大呢 就代表这个数值它有很重要 它对整个这样关系有非常大的重要性 所以如果我们看回来结果的话 其实这些东西我们画着这些bar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waiting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去看 来去显示你的结果 这一边是所谓的临床资料 然后这一边是所谓的影像资料 那怎么解读呢 其实主要你就要看这些bar 它们如果同样都是往上 就是正的话 你就看这些数值 它的bar是正的 就跟这些数值它bar也是正的 是正相关 那如果这些数值正相的bar 跟这些数值是负相的bar 它们之间是负相关 也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数值比较多 那这些数值它也会跟着增加 但这些数值它就是会以减少的状态来呈现 那当然我们在share paper的时候 不会直接放这样子的图 为了要让它变得更美快一点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图 然后在这边除了刚刚提到那些 哪些数值之间是正相关 负相关之外 这一个左上角这边 它同时也告诉你 这样子的影像跟临床数值的相关性 到底有多 我们叫多representative 总而言之呢 这边大概有82%左右的资料可以被解读 那这样子已经是算蛮高的了 就代表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的确是可以代表我们的资料 那在做permutation的时候 这是permutation出来的P值 也代表它是很像在统计上是相关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来 这些是它的改善 它的改善有整个综合性的motor的改善 或者是rigidity或是tramer 但也比较特专一性的改善 总而言之呢 这些改善其实都跟影像上都有相关 包括这些是功能性影像 这些脑区它们都跟这些改善 跟领导上改善很相关 然后这边这两个是结构性的 它们包含在小脑啦 superior peritolobe啊 或者是在比较深脑的地方 那这个是grammated density 它也有看到在superior peritolobe啊 然后这边是percunius等等 也有在小脑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治疗过后看到的 病人到底有多么的改善 它们的进步到底多好 是跟这一些的脑区都有相关的 而不是只有单一的脑区 然后第二个结果就是 我们把baseline跟month4之间的差异 拿来作为我们的影像上的资料 那同样的也就是 这边正向的bar跟这边正向bar 这两组是相关 而这个跟这个负向的是负相关 然后一样的我们就把它画成这样子的图 那整个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相关性呢 可以大概有90%的资料 是可以这样被解释的 那这也是相当高的 那同样我们看到这些临床上的改善呢 跟很多很多脑区都有相关 在功能性的脑区方面呢 我们看到frontal lobe出来了 然后还有一些paracentral 然后precunias hippocampus之类的 还有在temporal 有一些脑区 然后至于在功能性结构方面呢 有看到很多脑区 包括小脑啦 这些c开头都是小脑 还有整个在大脑后半段 然后甚至在temporal 在precunias这边有一些 所以一样我们也可以说 这样子的治疗效果并不是单一脑区 而是很多个不同脑区 然后尤其这边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小脑 我们一开始其实有一点惊讶 这样有这么多小脑脑去表 小脑脑去出现 那事后其实我们查了也不少文献 那慢慢的我们就会有一套解释的方式 后来我们看就 这样子还蛮可行的 就我们有被自己有被说服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来探讨 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好那 现在来看一下discussion 首先呢是 是不是可以用baseline 来预测治疗过后的效果 也就是说呢 你发现这是一个小小的图了 就是当这个病人他的 术后治疗效果越大的时候呢 这些脑区的数值也就相对的越高 意思就是说呢 在比较治疗效果比较强的这些病人 他们很有可能会显示出比较多的atrophy 就是他们大脑缩的比较多 然后less gramat density跟缩的比较多也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当你atrophy多的时候 你的gramat density会变得比较小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低阵幅低频率的神经活动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不是在单一脑区 而是在很多个不同的单脑区域 所以总结来说呢 在病人他如果比较在领红上他写在mRNA上写是比较严重的atrophy的话 也许这些病人他们会受到比较治疗效果会比较好 也就是说这样子ultrasound的治疗 其实可以用在比较严重的病人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想要研究他的基转 然后我们拿的baseline跟治疗前跟治疗后的不同 来当做我们的影响资料 然后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小脑区出现 还有很多posterior region 其实这些posterior region 无论是在结供线以下还是功能性都非常的突出 他们的所谓的waiting都非常的强 那我们的解释是 虽然一开始治疗的地方 他的target是solemus 在那一个脑区 但其实他的治疗效果 其实是从这个脑区慢慢的散步 散步出来到frontal 到parato 然后到小脑 那中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从我们叫从中脑到小脑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连结 就是subcortical to cerebellum 在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白质 就大脑白质的连结这些脑区都把它连结在一起 所以我们觉得有可能治疗效果是从中脑的地方慢慢的就这些 有点像是电话线一样 像这些白质传到小脑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小脑这么多的区域呈现出很重要的很像很大的重要性 然后在同时间在功能性影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的temporal和其他cortical region也是很重要的 那这样子就跟我们说明这样子可以有一点像是呼应我们之前的预测 或是我们之前我们觉得parkinson不是就是一个单一因素产生疾病 它是很多很多个因子根或是很多脑区造成的 所以治疗效果也是它不是只作用在一个脑区或是一个主要的circuit 而是上坡到整个大脑上去 因此我们可以在小脑看到很多看到很显著的差异或很重要的 小脑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然后我们做了一连串这些事情 那主要我们都是想要知道怎么样的病人比较适合怎么样的治疗方式 那总结而言呢 目前看起来如果atrophy比较严重的病人似乎是可以适用在focus artro上的治疗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做更多呢 也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目前治疗parkinson的方式 可以推到单一的病人 就很适合单一病人的方式 就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把目前的治疗变成推到personalized的level 所以有很多个方式我们可以做 首先就是你治疗的时候呢 不要只是group wise 你不要只是啊他是病人 那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啊他是他不是病人 那我们就用别的比如说possible之类的 或是他是这一类型的病人 那我们就同样用这样子的药 因为有很多病人他可能用这样子的药 或是用这样子的治疗方式不一定是行得通的 所以我们才会需要用针对这个病人的所需要 设计他所需要的治疗 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我们可以做就是 在临床在做clical trial之前 我们先仔细的选择病人 有些病人适合有些病人不适合 这样子也是一个方法 或者是呢我们可以建构很多用比较数学或是工程的方式 去建构所谓的burn model 用这些model去预测他的输后效果 然后我们还可以在做比如说所谓的disease subtyping 就是病人不是都同样一种 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子行态 那不同的子行态也有可能适合不一样的治疗 等等就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最后让我工商时间一下 我们实验室就是目前智力在做所谓的精准医疗 尤其是在神经臭小型疾病方面 那实验室也有发展了一个neural pn box 它的目的就是让你可以做各种不同的分析 那这就是一个主要 也很像是你打开这个tour box看到就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的tour box它其实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资料 并不是只有影像 除了影像之外呢 你当然也可以用临床的资料啦 认知功能的检测啦 或是血液或是基因等等的不同的资料 然后这一个就是界面长这样子 你打开来就会长这样子 那中间有很多其他的层数你可以设定啦 那除此之外 这个界面 这个我们的tour box可以拿来做visualization 它可以就看到底哪一些脑区是重要的 然后呢下面这是 这就是paper里面有一个流程图 就看你今天要需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要做 对自己什么typing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这个module 这个叫cti 那如果你想要做其他的部分呢 那你就可以通到这边 如果你是有multimodal image的话 你就可以做其他的东西 那如果你只有单一的影像 没有那么多种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esm 它esm主要是 看你大脑里面 疾病是从哪边开始的 去寻找疾病的根源 那其他这一个都是去看 不同modality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这一边的话 所谓的finger 像是fingerprint是看 如果你今天想要把一个 可能有点悬了 要稍微有点想象力 把一个病人的脑的状态 回复到正常人需要多少的 花多少的力气 这样子的资讯是比较 对于在发展设计资料上 是比较有效的 那我个人对于 只有对于这个部分 比较有经验 其他的部分 就是我们实验室 其他人比较有经验 所以我就很快的 稍微快速带过一下 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那这一个是MyLab Code 这可以在实验室的网络上 免费挡入下来使用的 那CTI它主要就是 做Desease Subtyping 跟Desease Staging 就假设你今天有一堆病人 我们就假设 我们今天有Parkinson即死病人好了 只有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想办法找到这三个 假设有三个不同的子形态 我们可以找到这三个子形态 然后同时间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病人他是不是最像正常人 他比较没有那么疾病 所以颜色很浅 或者是他在这个情况下里面 已经病入膏黄了 非常的严重的话 那就是比较红的 这样子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叫做Sudo Time 也就是应用 如果你今天是用影像的话 他就是用影像得到的疾病 到底有多么的严重 我们叫Estimated disease severity 那这个是在刚刚提到这个paper里面 实际上的结果 假设今天有一堆正常人 跟一堆Alzheimer disease 跟一堆Hunting层的病人 我们用CTI可以把它分成不同 每一个群组他们有自己一个所谓的trajectory 然后在Alzheimer上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Estimated disease severity 而且也就是我们讲的Sudo Time 其实是跟他们临床上的指标 是有很大的相关 那在Hunting的几次也是 跟他们的Disease Stage 其实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些Sudo Time 其实是临床上是还蛮有意义的 那最后 这应该是最后的一点的工程时间 而且我们目前的实验室 在准备一个Workshop 时间大概会是明年春天或夏天 我们还没有定论 那地点会是在Montreo Neurological Institute 那如果有兴趣来Montreo的话 也可以来试试看 那主要是有两天啦 第一天应该就会有一些讲者来给Talk 然后还会有学生 或者是Postar的Postar Session 然后第二天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些Hands-on Workshop 包括我们会介绍 简单叫什么用这个Neural PM Toolbox 或是有其他在做Precision Medicine 相关的Toolbox 我们会请人家来就跟你简单介绍一下 怎么用 那如果目前我们还没有详细决定 但什么时候或是内容 但是如果有一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都会放到实验室的网站上 那大致而已呢 就是这样子 这边 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讲 主要是 对于那个Focus Ultra Session治疗的那篇Paper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因为我省力了很多的细节 那这个就是讲Toolbox那篇Paper 里面有一些 已经有点像是使用的Manual 告诉你 你要怎么去设定这些参数 等等 OK 然后最后这个是Funding Agency 要感谢他们一下 好 那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谢谢苏锦 呃 演讲 大家 哦 刚刚有人 呃 有要问问题 对对对 我 OK 好 你好 我是那个查林秀 那我是想询问说 像你用那个Ashua Song 去对你的脑部做 做这个治疗的时候 那他那个 Dopamine的那个 你问我 是会不会有恢复的 情况出现 哦 坦白来讲 没有 因为我们 我们有 其实我们那一个 Clingo trial 有长期追踪 到目前为止 他们西班牙那边还在追踪 我没有看到最新追踪的数据 但是 以 以生理学上作用的基础 我可以跟你说 应该是 没有这件事情 不会 但是 超音波他的目的就是 因为在 那一个脑区被 呃 等于说是我们切掉 那个脑区 做一个Lition在那边之后 那整个 Parkinson 呃 那个 Dopamine的 负回馈 就是有什么 正回馈啊 负回馈 那整个 loop就会被改掉了 改掉了之后呢 他就进而的话会 嗯 改善你整个 传 呃 Dopamine传说的整个过程 所以 理论上 我是觉得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Dopamine再生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的确是可以 有点改变 整个Dopamine在大脑里面 传送的途径 用这样子比较 像是 物理的方式 去 进而达到治疗的效果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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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想要问说 就是 呃 超应波治疗的时间 和强度 是否也是应该 有考虑的变数 嗯 对对对 这也是 的确 这没错 嗯 因为我不是 我没有到 呃 我们的 没有去西班牙 看过他们的 实际的操作 但是我知道 的确他们 Neurosurgeon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事前的准备 非常的冗长 要不断的定位 然后测 其他很多很多 有没的数字 那的确在 整个过程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他的强度 他们要很 呃 严密的监控 然后 治疗的时间 的确也是 因人而异 所以 嗯 他们其实在整个 从开始到最后 就是不断的 强度啊 时间都在调整 就依当下 病人的状况 那他们会叫他 比如说动动手啊 手这样子 就可以看 实际上 看他们Motor 到底有没有改善 所以如果他们发现 哎 既然 Motor 在这样 Motor 已经改善很多的话 可以不用再打 继续打超音波 那他们就会 在事情况而停止 那很多 呃 我之前有看过一些 比 其他的paper 比较 不像是在 呃 比较像是看 这样子的 个治疗 到底是不是 安全的 里面就有提到 很多很多的数字 比如说他们两 超音波 对于大脑 造成的 温度会上升 到底要到 几度以内是安全的啦 然后他的强度 到底要多少啦 等等 这些的确在 其他相关的 配合里面 都有讲到很多 那如果说 我们将来想要把 我们paper 看到的结果 运用到临床上的话 我们就会要跟 神经化特医生 讨论 是不是 嗯 我们可以 把影像的 这个的结果 考量到 他们在 事前准备 加入到他们 事前准备的考量 那的确我们有 这样子的计划 但目前还没有开始 这些 谢谢 我也有一个 就是比较 门外汉的问题 就是刚刚 你巧合到很多 就是治疗方面 可是 我有在 我在想说 那你们有没有 稍微 quantify 有可能会造成的 副作用 这件事情 有 他们在临床上 有做完之后 通常是 做完之后呢 24小时内 他们会立刻 扫一组MRI 第一个 看 看那个 就是我刚刚 在slide里面 秀的那一个图 然后第二个 也会看 所谓的水肿 是不是在 脑部其他 是有可能 有其他地方 有一些 complication 然后 24小时过后 他们还会 病人回来 回来follow 那follow的时候 他们就会根据 比如说他们的 临床上做 他们叫 UPDRS 就是整个 动作的上面的 评量 评估 看是不是好的 然后整个 比如说 然后还有其他 生活上的品质 等等 有的没的 全部都评估 他是不是有可能 还有其他 并发症 那的确在 我在分析资料的时候 有两个病人 有被移除 就是因为他们 有一些并发症 那有一位 甚至是 原本应该 变比较 应该是改善了 motor symptoms 变得反而 比较严重一点 所以 这个部分的时候 还要在探讨 到底为什么 但的确 他们在 临床上有做 很多的 一连串的评估 了解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是之前在 报名的时候 询问的 那比较general 就是关于你的 background部分 他想要问说 你有 由医学影像 转向神经科学的 缘由 我本来就是 对影像很有兴趣 尤其对大脑影像 然后我 实习的时候呢 看到 我当时 我当时在 领口肠跟实习 然后实习的时候 就有同学告诉我 有一个 我们那时候 当明就 开第一届 是脑科学研究所 他里面 就是希望把 我们在临床上面 用的那些影像 去 有点像是 去 应用到 神经跟精神科的疾病 而不是单纯 就只是照S光啊 或者是看 有没有受伤这类的 所以那时候 我就很有兴趣 然后另外去 读了一些 科普很多书 所以我 后来念研究所的时候 念脑科学研究所 主要就是 想要把MRI 运用在 具有 精神疾病 或是神经疾病的 患者身上 但是 因为其他 种种原因 我变成 先去 学 讯号处理 就是学 FMI的处理 然后 虽然同时间 我还是有 报实验室 在做其他实验 但就还是觉得 我想把影像 用在 神经科学那一块 所以 后来去申请 博士班的时候 一方面是 因为我想做件事情 二方面是 我也只有神经科学生 可以申请 因为 在台湾的话 很多学生 博班会申请 比如说 方色科学研究所 医学物理 什么的 但是 在国外 没有方色科研究所 这件事情 大部分都是神经科学 或是 医工等等的 所以 我有一点是 从 一方跳到 神经科学 但其实我一直都在做 跟影像有关的事情 谢谢 谢谢你的回答 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 我没有就 不好意思 我就再问一个小小的问题 不会不会 请问 谢谢你的演讲 这真的很有趣 因为我完全不是做这个领域的 就 让我这个 充满了问题 我有点好奇说 那你觉得在这个研究里面 你觉得 整体来讲 最困难的部分 会在哪里 是收集 就是病人的资料 还是你想要去标记说 真的出问题的那些 在脑部 真的出问题 哪些区域 就是哪个部分 你觉得其实是最困难的 我觉得最困难的时候 是要怎么把 我们看到的结果 写到前写易懂 是让临床的人 可以看得懂 因为我相信 收集到是很辛苦 但是 收集到不是我在收 是我们在西班牙的 合作的人在收 我知道他们花了很多时间 跟心力 但是 以我 以我这一遍来说的话 我觉得最难的是 当我们 看到结果之后 我们 要怎么把 统计上面 或是把方法上 我们PERS看到的waiting 很重要的 我们说waiting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跟 临床一个医生 讲说 我看到这个waiting 他会跟你说 so what 我不知道之后 他就会觉得 我看到你觉得很有用 我觉得没有用 我要知道的是 到底怎么样病人 才比较好 怎么样对病人好 所以我们当初 花了很多的时间在 想 绞尽脑子在想 到底要怎么把 我们看到的结果 写得牵线易懂 然后写到跟 临床的医生 比较 适合临床医生用的语言 让他们可以知道 这样子结果 对于 在临床上 对于病人是很有效果的 然后再加上 PERS有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是在解释的时候 因为 这个数字 就是这些variable 他们正相关 跟负相关之间 那个关系很复杂 就是要把它写到 比较 分好几层写 第一层是直接 把结果解释 说它是正相关 这个数字 跟这个是负相关 然后第二层是要写 因为这个数字代表 临床上 生理学上代表 这个医疾 所以第二层就要写 比较像是 生理学上的意义 然后 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花了很多时间 但还好 我们最后 PERS送出去的时候 回来Review的意见 就说 写得很好 大部分人都看得懂 就 送了一口气 这点还蛮特别的 因为 我做的是 因为我是念天文的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 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们 同样一个领域 但其实你们有分 临床跟比较学术性的部分 那两个要沟通 其实这件事情 就像工程师跟 可能做物理的 要做 没错 对 辛苦了 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倒数计时 三 二 一 好 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今天就是 先感谢大家 今天的参与 那就请大家 再次打开麥克风 掌声感谢一下 我们今天的讲的 感谢苏敬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呢 其实有个问卷调查 那我先把录影关掉 对 对 的 感谢观看